新竹有四名年轻人 27号深夜相约一游 无照骑车的他们没有带安全帽 还高速行驶 最后是自己撞到了路边的车辆 跌倒受伤 四名少年造势之后快闪逃跑 而受害的车主隔天一大早 看在停在家门前的车 被撞凹了一个大洞 气到不断打骂 监视器录下仗极被一瞬间 哎呦 要吸哦 你看 强大后座力让两位少年 跌坐在地 被撞的黑色轿车 还被推行好几公尺 险见撞击力道强烈 全部没有带安全帽 本蛋 27号深夜四位少年相约夜游 没带安全帽高速行车 还没到目的地就先自撞 四位少年疑似没驾照 趁着夜黑风高 眉目急者撞了车 拍拍屁股闪员 受害民众早上起来 才发现轿车屁股撞了一个大洞 调远监视器边看边骂 那摩托车根本都不能行 会注意车前状况 会保持那个 会保持两车并行的间隔 那超速啊 就会驾车啊 道路标志标签 可能也都没有注意到 少年一时好玩偷骑车 除了是只能落跑走人 手怀车主把影片碰网 要小朋友继续教训 别再违规骑车